当地时间23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发表施政演说中表示 仍致力于与俄罗斯谈判 以达成和平协议 俄方回应称 这件事现在免谈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当天在记者会上 就俄方是否准备 与日方继续谈判的问题回答称 俄日目前没有实质性对话 当然 在目前状况下 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佩斯科夫强调 日本主动与其他 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 站在一起 在俄日关系方面 没有表现出建设性 岸田文雄当天早些时候 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谈及日俄关系时表示 将继续坚持解决日俄领土问题 和缔结和平条约的方针 然而岸田文雄同时称 将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等 继续推进制裁俄罗斯 去年2月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追随美国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被俄方列为不友好国家 俄方还叫停了 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以及围绕争议领土的合作项目 中文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